來看就是這台阿里山的車火車 到底是怎麼會翻車 怎麼會發生這樣事故是這麼單純的 那台是林務局 林務單位 他們在檢查這個車子方面有受歡迎 現在檢訪我們到現場 在看待我們有一些專家到現場 這個時候要請記者王傑春來感受 詳細的水平 傑春 市主部可以看到記者後面這台阿里山的火車 現在還有車子低調 林務局是演說這個車子 可能是那個車機才會落下來 帶到火車 不過減風的車氣 也要先來看看 他甚至從這個行程去到延期 還有落下來的情形 總部都要帶回去做調查 來看看之前的畫面 沒有乾淨就是跟我們的 因為這裡是山區 那大致上大概樹木會段落 他有他的自然的原因 那這個部份 我們還是會做進一步的確認 任何的原因 我們都會去檢視跟檢驗 減風是標示 雖然手子 有可能是自己落下來 但是對這些 有可能的危害到 鐵樓的手子 林務單位 並不是是不是 都有屬性做檢驗 檢驗 也說任何柯林 都會來做調查 林務局也有共調 並不是都有在做檢驗 但是阿里山的鐵樓 這麼長 專家裡的林務廠 才100萬元的觀光 是不是真的有辦法 做加全民的檢驗 要再稍加10名 以上是家裡的現場 我們將時間搞定好大伯